欢迎大家订阅新电视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欣先生最近得了詹姆斯比伊德基金会的终身成就奖 可见到欣先生的传艺或是在烹饪界的成就 都是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公认 国际社会的公认 但这次上来我们不是跟欣先生讲美食 美食节目很多 我们以前也看了很多很多 看得很开心 但我们今天不谈美食 但美食也谈一些欣先生在美国社会的经历 欣先生70年代已经到美国了 你是怎样来美国的呢 我其实是广州出生广州长大的 正正中中的广州人 所以说广州很准确 因为我很小时候 因为我们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华侨 我爸爸以前在 我们爸爸以前在 Porn and Oregon 在Porn and Oregon 做生意 在Oregon做生意 所以后来 你知道那时候排华 排华这件事 几百多年前 已经开始了 因为他们买地买不到 很多东西做不到 又不可以买屋 开瓶的师傅搞了一个 开瓶现在变成世界名厨之乡 因为很多开瓶台山开瓶人 来到国外 尤其是早期那些移民 多数是餐饮月月做事 很多是大师 现在都是大师級的人 国内也好 香港也好 很多都是台山人做师傅 怎样你又会来到美国呢 你的父辈已经回到中国了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爸爸过了身 我五岁的时候 爸爸过了身 妈妈读卜卜渣 都读了两年 不懂得写字 不懂得看 看得一点 但是不懂得写字 我妈妈很聪明 很聪明 虽然未读过书 她爸爸有一间餐馆 港州有一间餐馆 我未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了 妈妈做个雜货店 妈妈虽然未读过书 很精明 很懂得打算盘和计算 虽然未读过书 但她学得很快 所以她一个人搞定了一个雜货店 雜货店 什么都卖好 像唐人街 小小的雜货店 但是里面 麻雀追衰小 五藏巨全 很懂得经营 她有一次跟我说 有机会你也是 出去外面闯入世界 因为那段时间 你知刚刚 我们很小的时候 我们亲密出生的时候 三藩五藩 有很多政治运动 很多政治运动 我妈妈常常都不在 七八点才回来 我常常说 你放了学去街市 跟她买菜 所以我很小时候 就帮她去街市买东西 买东西 帮她洗菜 我很小时候去厨房 我帮忙 那后来到我十三四岁的时候 有机会走去 香港有个我爸爸的同乡 开餐馆 我刚刚那时候 爸爸有些遗产 有些遗产的东西 要我去岭的 那我就去到香港 拿了 拿了回去 我小叔伯就说 不如你留在那边帮忙 我一路读中学 一路在餐馆帮忙 就在香港 在香港一路留在那裡 妈妈说 你如果做得好 你觉得开心 你不用回来 有空才回来 但我离开之后 差不多十二年之后才回去 哇 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我出去的时候 是商情出去的 即是说 我出去的时候 应该要回回头 因为我去拿遗产 后来一路做得好 习惯了生活 那时候 我妈妈说 你如果有兴趣 你留在那裡 人望高处 她说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 小叔伯在美国 有机会 就去外国 试试 一直在那裡讀中学 读完中学 就有一家 我在民生 孙院畢業的 在九龙城 民生 是民生陪道陪证 是同一系列的 浸讯会 后来我畢業之后 他们担保我来美国读书 因为我妈妈还在广州 一元人民币都不可以 拿出来 那就来到美国读书 一落飞机之后找工作 那时候都要治理自己的生活 是的 我十三四岁 我自己照顾自己 那你来美国读什么 我来美国那时候 其实 是什么年代 七几年代 是的 那时候 七年初 来到那时候 那时候 刚刚乒乓外交的时候 那些美国人 刚刚开始 对中国 和中国的 传统文化 和中文 刚刚开始 有好奇 记得以前 外国人去香港旅游 他去到罗马洲 拿个望远器 看看 看看中国是什么 很神秘的 是的 很神秘的 那时候 刚刚开始 之后 又建交 又兵不外交 所以 那时候 我是刚刚开始 入美国 在加州 在UC Davis 是吗 是 讀營養学 讀食品加工 因为我常常提醒自己 我小时候 那时候 什么都要量票 油票 什么都要票 除此之外 布也只有两码 有布证 有布证 什么都是证 所以我至少觉得 近厨得食 去到香港又要近厨厨房 然后来到这里 要讀食品加工 所以我的心态 我总之接触食物 我就不会饿了 嗯嗯嗯 所以又讀營養 營養学 就是食品 然后呢 然后呢 毕业之后呢 未毕业之前 因为我 外国留学生 大家也知道 大家都在外国留学生 来到这之前 因为 交不起学费 原来又 更加住不起 在家庭 跟几个香港来的 大家都是窮光碳的留学生 六个人住 一个宅宅 两间房 我连床都没有 大家都睡睡睡袋 睡袋 睡睡袋 一人这个 一间房 这里有一个睡袋 这个睡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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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分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的生活都很 但是你知道 年轻人要求没有那么高 都很开心的 大家都很开心 一起煮饭 一路读书的时候 因为没有钱 所以我教主菜 教烹饪 去教人 不是打工 去教人 在延伸 因为如果我去餐馆工作 那时候 六毫至六毫至一个小时 但如果我能教烹饪 18元一个小时 哇 差这么远? 差很远 现在到现在 最低工资 有很多省 都未到18元 都未到18元 因为当时我听到 因为有一次 我一边吃饭 一边吃饭 一边煮饭 一边吃饭 我看到Julia Child 看到有电视 挺有趣的 我就好奇了 有人告诉我 其实在罗省 在UCLA 有一个Madam Wu 的老人家 教烹饪 在UCLA Extension 我便搭Grey Hung 我没有车 搭Grey Hung 去拜后 请教学 我也想教 雖然我未做过大厨 也有些证书 有些证书 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 人家告诉我 你去到美国之前 最好学一下厨艺 以前是这样说的 我学厨艺 最有力来到 找了一份工 就在厨房打工 你都不用饿 我跟了师傅 学了九个月 九个月 放学 星期后就去跟他 平时就去餐馆帮忙 所以我习惯了 很小的时候 十几晚 就跟我去吃鸡 吃鸡 吃鸡 基本工 基本工 你如何找到 18元教班人的课 我去看传统 他告诉我 你回去UCLA 跟校外课程的主任 他说你想教书 我进去 他问我 Martin 你做大厨 做了多少年 我还没有做过大厨 他说 你有没有 大厨艺学校正式 传统厨艺的毕业证书 我又没有 但我跟过师傅学 有一个证书 但那些我学了八九个月 通常现在这里的全校 两年至四年 有些两年 有些两年半 我没有 如果是这样 我UC Davis 我们UC System 的传统 全部的导师 都是本科的教授 要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例如会计师 律师 之类 你什么都没有 那你怎么教 我家族都学 世界文明的 大维斯分校 我说 不行了 你根本没有可能 做教的 我说 第二天我又去追他 第三天我去追他 追了他 追了他三四天之后 他在后门走了 我等于下个星期一 立即走回来 再问他 他又不在 四点钟五点钟 他下班的时候 我又不在 那个秘书 看到我这么认真 他就说 后门走了 星期一 就在后门等他 我说 你这样子 你给个机会给我 要不然 我没有办法留在那里 因为学费太贵了 外国留学生 如果我去厨房做事 做来做都赚不够钱 妈妈又在广州 又不可以寄钱出来 又没有其他亲戚的朋友 后来追了他 他就说 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在这里 本地的报纸 买了一个 大概这么大的广告 大概这么大 如果你有15个人以上 签名 我给一个机会 即是报名 是的 我给一个机会给你 要不然你不要回来 找我 我说OK 那我叫 我当时在餐馆 帮一下手 本地的 Davidson 我叫客人 帮忙报名 帮忙报名 我叫客人 快帮忙 如果没有楼 突然之间 不够 两个星期 43个人报名 我说43个人报名 一个人怎么教 要分开三班 收三次 是的 收之后 每一堂 他给我五个小时 一个小时 多一点 买东西 准备 然后教书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 初级班 做完之后 是90元 是的 很厉害 那时候钱是很厉害的 90元 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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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越来越多人上 变成了一个星期 教两班 一路教我大学本科 但是後來到了研究院, 到學校都一直教, 教到剛剛夠錢, 全部都交了學費, 什麼都交了 而且生活都覺得很好, 應該不做 因為當時很難賺得到18元的充電 你覺得當時美國社會對華人做藥的感覺是怎樣? 當時大家都說, 一個人的成功, 一個企業的成功, 一個社會也好 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天時地利人和 你有天時地利, 但是你自己沒有準備好 你的團隊精神, 團隊不夠強壯, 你也是沒用的 所以當時第一, 中美的關係很好 剛剛開始, 人們好奇 所以很多人走來報名學習 再加上我教書的風格, 就像現在的電視一樣輕輕鬆鬆開玩笑 你的拍攝節目都是很輕鬆的 因為很多學生都是教授, 或者是專業人士 例如有律師、有醫生、護士 他經常做了七、八個小時, 累了 來到我開心心, 輕輕鬆鬆去教書 我經常問他, 回家我叫他, 回家馬上煮給家人吃 回家又跟他分享, 昨天上星期煮給家人吃, 很好吃 變成大家, 做學完初級班, 中級班 做完中級班, 高級班 之後我帶去唐人街 所以我最近做了這個, 唐人街 做了這個唐人街的什麼 這個就是我的唐人街 Martin Yen Chantan 我帶他去唐人街 其實幾十年來, 一路教書 讀完第六、第八班 或者第六、第七班 我就帶他去唐人街 帶他到處去吃東西、買東西 所以才定與唐人街的關係很好 不過以前的電電店 現在很多人都已經退回 過世了 你在那個年代就是遇到一個很好的年代 因為中美開始接觸而改善關係 沒多久, 就要結交了 整個大環境 美國都有一個中國熱潮 那這個時候 剛剛開始的時候 再來就是米燒為貴 那時候,尤其是少數民族,沒有人教主菜 主菜,其實食物,美食無國界 食物是將我們這些人拉近了 中國人吃東西最重要是圓桌 圓桌,大家交流和溝通 所以我覺得食物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那你怎樣上到電視主持人的節目,KQE,大家最通行的就是看你的節目 我都看了很多 這些又是天時地利人禍 我有一年,暑假想去加拿大玩 我一個朋友,以前是民生的同學,想開餐館 但他覺得自己不夠班底 他雖然對自己的廚藝很有興趣 其實他就想申請家人過去 如果是這樣,他就要開餐館 開餐館,他就可以申請家人來幫忙 當時是很流行的 他說,哎呀,媽媽,幫我來幫忙 暑假時幫我來幫忙,我就幫他開檔 開一個檔口 剛開始的時候,剛巧那個餐館旁邊的電視台 有一個電視台在那裡 他們的導演、編導、員工 經常過來吃東西 很多時候,我都說,你來到這裡,你沒有看菜單 你告訴我今天,你午餐吃多少 你午餐15元,我給你15元 你20元,我次時10元給你 晚餐也是這樣 他放在那裡,大家交了朋友 有一天,他們說,喂,媽媽,他們有個節目 11點到12點的節目 是那些訪談節目 每個星期五,他有一個Intercontinental 州際酒店的總廚,就可以教15分鐘的主菜 有一天,他突然打電話來 喂,Chef Yen, you got to come to the studio tomorrow 因為我要來直播室,錄影室 是的,直播室,錄影室,是live的 我師父病了 今天病了,明天不能來 你可不可以回來 我說,喂,我未對過鏡頭 我不會到電視節目 不要緊,我喜歡吃你的東西,沒什麼所謂 我去到那裡,剛剛那一年 零下40度,最冷的東西 放了車尾箱,全部冷到變成雪條 去到那裡,菜又冷了,肉又冷了,什麼都冷了 什麼都冷了,零下40度,很厲害 很誇張 他就說,喂,那怎麼煮 那時候沒有微波爐 後期才有微波爐,那時候沒有微波爐 我說,我跟他們說 我讀書的時候,我大學 最喜歡吃的就是Frozen Dinner 現在我教你怎麼做Frozen 我拿八刀,切菜 肉是切不到的,切菜 切菜 繞一繞 最喜歡Frozen Dinner 後來,我只有十多分鐘 後來他覺得很有趣 導演又叫我回來 下星期又叫我回來 我說,我給你半個小時,你自己要試一下 一個節目一個小時 我說,我給你半個小時,你自己要試一下 我回來後,我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幫我老朋友 去餐館宣傳推廣一下 不是為了自己 因為我打算一做完 我就回到美國繼續讀書 我說,不用擔心 我上一次,你不夠時間 你盡量來做 如果你看到鏡頭 你跟鏡頭說話 例如我對著鏡頭說話 如果鏡頭有個紅色的 有個閃電的紅燈 你就看著鏡頭 如果你想跟觀眾交通 你就看到鏡頭有個紅燈 你就跟他說話就可以了 但他有三個機器 可能有一盞紅燈在這裏 有一盞紅燈在這裏 現場我就說 導演就告訴我看著紅燈 但那些紅燈不停地閃 我究竟看誰 他覺得有趣 剛才看到一個總經理 平時他不看自己 你知道很多電視台 那些經理全部都有齊 不同競爭者 其他電視台 他很少看自己 可能我說得大聲一點 他就留意看到我 做完之後 他叫導演說 你叫Martin上來 一上去 我也不知道什麼回事 他問有沒有興趣做主持 我說 我想一想 我教書教了六、七年 五、六年 最多限度會認識 百零二百個賽卦 或者二三百個賽卦 那就好做 我告訴你 你主持一百三十個節目 那時候 到現在 譬如說PBS 通常都是做十三個節目 夜六個節目 很少做一百三個節目 我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在高次開始了 所以這些說 就是天時地利一模 不是因為我有料到 不是我大師傅 是有料到的 因為我覺得 做人成功 你也要有百樂 你多厲害也好 你也要有人發掘 給你一個機會 沒錯 我們先談到這裡 稍微休息一下 回頭來 說說美國社會 向這幾十年的變化 請大家訂閱新電視頻道 第二節的時事觀察集結號 今天我們請來的是 國際名廚英文達先生 我們說的不是美食 就是跟他的人生經歷裡面 看看美國社會的轉變 殷師傅 你覺得你自己是不是 來了美國之後 都順風順水呢 如果是 在樂觀來說 是很順風順水 但是我經歷過那些 那些辛苦 那些艱辛 和那些憂慮 很多人可能 人生裡面都經歷過 我覺得 心態很重要 如果是做人 有自信 和樂觀 就算你是 不順 不順 路走得不順 你也有個希望 有個夢想的話 我覺得順風順水 是全部心態的問題 我覺得我很順利 因為 就算我面對問題 面對挑戰 對我來說 不是很嚴重 和很難 克服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樂觀 你講到樂觀 講到挑戰 其實 美國環境 對比你初來的時候 七八十年代 現在是更具挑戰 尤其是對我們華人來說 對 其實我跟家人說 和我們公司的朋友 或者朋友說話 其實我們很幸運 我這一代 在國內 去到香港 見證了香港 慢慢開始發展 那個時代 然後 從香港來到這裡 又見證了 第二次的工業革命 就是高科技的工業革命 以前哪有手機 以前哪有手機 以前我在廣州 連家裡連電話都沒有 每一個街口 一個公共電話 如果我打電話給我媽媽 他們要叫我等 他們要找人 叫我媽媽出來聽電話 你在街上 又聽不到電話 因為在街上很吵 所以 使用的工程 之後 到現在 你看現在 又有手機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見證了 中國發展得最快的時代 中國再次崛起 再次強大的時代 又見證了 西方的社會和美國的社會 是經濟上最好的時代 比如說 那時候哪有人亂搶東西 或者是通街通學去仇事 因為大家經濟好 大家有工作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空去做事 現在大家的經濟不好 壓力大 所以很多時候 現在的世界 突然之間好像第三世界一樣 由最好的幾十年 我們見證了整個世界的生活水平 大家都提高 科技提升 大家交朋友做生意 都是互為互利 現在突然之間 中美的關係 變得跌到谷底 所以變成這樣 很多人失業 尤其是疫情 影響很大 不單止影響中國 不單止影響美國 其實全世界都影響了 很多人失業 失業 有些人未必受得起 變成精神有問題 壓力又大 變成一個社會很混亂 希望疫情之後 慢慢緩和 希望有一種解緩 希望中美的關係 重新回復正軌 因為你講到80年代 90年代到2000年的時候 美國其實是最好的一段時間 經濟也好 大家都覺得無憂無慮 很樂觀 只會覺得 相信明天會更好 你覺得是什麼轉變了 為什麼美國會變成現在 你剛才說的 我們都感受到 不單止說 很多朋友大家都感受到 美國變差了 原因在哪裡呢 再加上 我覺得有些少 就是美國的政客 和美國政府 不太接受中國崛起 好像以前我做大哥 突然間有另一個大哥 跟你分庭降禮 好像覺得接受不到 這些我覺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為什麼呢 譬如在江湖地位 一個大師傅 突然間旁邊的徒弟 比你更厲害 比你更厲害 你覺得心理接受不到 這些我覺得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希望美國的政府 美國的政客 和美國的人民 在主流的時候 大家接受了 其實這個世界這麼大 很多地方 大家一起去賺錢 大家一起去發展 其實是一件事 但是人的心理很有趣 你要慢慢慢慢給它適應 所以我覺得 希望這個是過渡時期 希望疫情之後會改變 也希望中美的關係 會有一種緩和 現在周圍每天都差不多有 仇視 你本身在美國這麼多年裡 有沒有經歷過被仇視 我經歷過 但是不是很明顯的經歷過 舉個例子給你 有一次 我當時在加拿大做了很多節目 來到這裡 我想教主菜 我寄了200封信出去 我說我想教主菜 那時候我已經做了520個節目 但是很多美國的人 不知道我是誰 因為我在加拿大做 一開始 他說 我打電話 我寄了一封信給你 他說 沒有人想學中國菜 200封信都沒有 這樣開過 OK 我不收你錢 你給他機會 我教了兩堂 我免費幫你教 在本地附近 反應很好 以後慢慢 後來我就全美國去教 所以我覺得有些事情都是一個程序 一個時間 有時候我們要耐心 有時候要等待 有時候急功近利沒有用 有些人好像賺錢一樣 你急功近利 做不到事 反而你按部就班 慢慢去 所以問題是 我希望大部分的人 覺得 現在雖然有很多仇事的事情 其實仇事和仇恨 歧視 少數民族 以前的紅藩 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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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仇事 一直打到他們 現在的種族滅絕 全都是種族旗 一早就有了 黑人 飛魚 到1960多年 很多地方 巴士也好 什麼都在 種族隔離 對 其實美國一早就有這種仇事 而 一百多年前 已經火燒唐人街 殺害華人 其實壽司 這件事 一早就有 一直都有 只不過就是 因為大家都在太平盛世 大家都有工作 那時候 沒有那種 即是不得人理你 對 不得人理你 找到吃 大家開心心 再加上你看看 第四個大戰的時候 德國、意大利、日本 跟美國打 為什麼只要找一些日本人 集中營 也是歧視 為什麼不找一些德國人 為什麼不找一些意大利人 是吧 所以好像現在 我仍然覺得歧視 大家 尤其是我們雖然不是美國出生 但是美國出生 我們這一代 後一代的人 或者子子孫孫 其實全部都是美國出生 是正正中中的美國人 為什麼要分開 他們叫Asian American 都是美國人 為什麼要分開 你在外國 不會說你是 英國人 意大利人 不要說意大利 是荷蘭人 所以我覺得這些 是歷史悠久的歧視 但是我覺得現在 我們一定要團結一次 這個時候 現在因為 由特朗普 開始 總統 打貿易戰 然後 疫情又說是中國病毒 引起了 其實翻了很多倍 就是針對華人的歧視 我看過 你曾經被人說 叫你返回中國 那些 我跟他開玩笑 我們在拍電子 在唐人家 上次拍這個節目 可能不是對著我講的 可能是對其他中國人講的 我跟他開玩笑 我問他 你要不要吃中國菜 他說我突然去吃中國菜 如果我又回家 所有的師傅都回到中國 誰煮東西給你吃 他都不用吃中國菜 每天都吃漢堡包和pizza 我告訴你 跟他開玩笑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 有些人可能很無知 可能很衝動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 一枝乾白打一船人 其實有很多美國的人 都是心態很好 全世界都有好人有壞人 永遠都是這樣 有些人做生意 有些人就正正正式式 有些人偷偷拐騙 走私留私 什麼人都有 我們生活這個社會 不能離開這種現實 所以我們覺得做人 一定要在這個時候 現在是最好 中國人團結一次 亞洲人團結一次 最好 因為對於西方來說 他不知道你是中國人 還是韓國人 還是日本人 他看到亞洲人 他就去拒絕你 他有反感 所以我覺得 凡是世界上有危機 一定有機會 危機危機 現在有很多危險 還是機會 過去的各族 亞洲人 不團結 包括中國人 都是一盆殺人 不團結 因為這樣 這次不只是你和我的問題 是所有我們的族語的問題 所有華人 在海外的華人 一定要團結一致 團結就是力量 所有的亞洲人 我想我覺得 在好一面來說 樂觀來看 其實是一件好事 是一個機會 給我們中國人覺得 我們這次一定要團結 一定要支持我們祝華人的參政 可以做到什麼呢 我知道疫情以來你都參加 除了你的本業 就是做攀岩章 你也做了很多社區活動主義 都是反歧視 是的 我參加了幾次遊行 Saint-Mateau Saint-Mateau Hillsborough 我都發到好奇 突然之間自發 我上一次在Hillsborough 去到Saint-Mateau 有幾百人 不單止是中國人 什麼族語都有 西人 什麼人都有 因為很多人已經是大家通婚 所以很多時候 現在社會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美國本身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但是為什麼會有金呢 就是因為大家有經濟利益的衝突 他覺得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來到這裡勤勤勤勤 你去到大學 很多大學的本科也好 研究已經好 很多中國人 他覺得 好像搶了他 其實我們不是搶了你 而是你沒有讀書 沒有其他人那麼勤勵 他應得 但是他想不到 他以為你搶了他的工作 這個競爭自由的事情 現在很多高級 很多各項各業 中國人的成就 全世界都知道 他對社會的影響 但是過去都說 國家自掃門前說 賺到錢 賺到食物就算了 其實現在要知道 你自己好 不等於你的後代好 不等於你自己安全 所以現在一定要 我們重新認識 這個社會 所以就是要多些發聲 多些發聲 我記得有一次跟你吃飯聊天 你也說過 我們這一代 都可以好好生活 因為已經經歷過奮鬥 累積的成果 但是下一代 在美國生活 就不知道怎樣 很難說 但是希望 正如我所說 希望樂觀一點 大家 但是我覺得 我們一定要 從現在開始 我最近做了很多 例如我做很多的活動 前幾段 做了一個 Stand with Asian American 和很多的名人 和那些 Attorney General 加州的 檢察官 檢察院的院長 和我一起做 就是說 我們怎樣 整個亞裔族 除了中國人 之外 所有的亞洲人 大家團記一致 支持亞裔的政客 所以我最近參選 你不參選 沒有聲音 沒有發聲 你一定要 跟他出面 跟你說話 等於你有什麼事 你找律師說話 你會有人去照顧你 去保護你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一定要 在這方面 要重新考慮 不要像以前 國家自掃門 賺到錢 因為很多父母 在社會 培養子女 就是亞裔的 華人 都是 你有份專業 什麼事 然後賺到錢 住大 好生活 就算了 很少鼓勵你去從政 因為現在 我們看到華人參選 的候選人 其實不是那麼多 大家都不想 因為 他們告訴我 其實就算我們中國人 都不支持 中國人的政客 第一 你不選舉 他們不知道選舉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希望多些中國人參選 支持一些 就算不是華人 就算是亞裔的人 我覺得他們都要支持 所以我最近參加了很多 例如我最近 疫情的時候 我們就做這句 我們第一 中國有句話 取資社會 融資社會 疫情的時候 我打電話給百多個老友 全美國 We walk together Meals of love for front line hero 愛心午餐 致敬英雄 一百多間餐館 做了四五個月 送給抗疫前線人員 對 抗疫前線 我覺得這些就是 回饋社會的事 所以我們覺得 除了自己 有一份好的工作 生意好 一定要關照社會 和支援社會 因為社會有很多弱勢群體 你做得好 不等於隔壁 老實說 如果你做得好 你自己都很好 你到處的鄰居 每個人都窮光彈 第一件事就是打劫你 搶你的東西 偷你的東西 對嗎 如果大家都共富 大家都生活得好 人家哪有空 跟你做這些事 所以我覺得 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重新 有一個新的思維 就是我們要自己好 我們要私利及人 自己好 你要看隔壁周邊的人 都應該關照一下 每個人都好的時候 你更加好 我覺得 但是華人這個團結 夠了嗎 你覺得現在 過去你知道 中文最出名的是 一盆散沙 因為第一 它不同地方來的 言語也不同 比如說北方來的 以前是很少的 多數是南方人 南方有潮州人 有福建人 有台灣 有香港 有土生土長 有老華僑 各自為政 是吧 永遠都不會團結 但是因為今次 今次疫情 和今次亞視的仇恨 我覺得是一個機會 給所有中華人 不論你是北方來的 台灣來的 或者是香港來的 或者是國內來的 南北來的 周圍來的人 包括這裏土生中 要重新考慮一下 重新思考 反省一下 我們大家一定要團結一次 在黨派上 美國就是兩黨 共和黨 民主黨 在華人方面 其實都幾分裂 尤其是現在 至少在社交媒體上 是否多了一些共和黨 親共和黨的聲音 你覺得兩黨的政治 華人在這裏 應該怎樣取態呢 第一 我不是政客 我不是讀政治的 但我覺得 一個社會裏面 其實本來 大家在監製 是一件好事 在這裏制衡 是一件好事 但有時候 變成走火入魔 做什麼事都是 會走火入魔 現在變成 一個黨 提出了一件事 另一個黨 一百分之五十反對 而這個黨提出 那個人一百分之五十反對 變成什麼都做不到 其實民主 過了火 有時候 任何事情 一過火 便會有問題 現在我覺得 在政治來說 我覺得他們兩黨 根本就是 六死 即是 好像六死誰首 總之 分不到性 大家只有一個鬥字 只有一個鬥字 變成做不到事情 我提出的事情 本來是為國為民 好像以前 特朗普說 你要為國家做什麼 你為國家做什麼 不是為自己 你要為國家做什麼 現在我覺得 政治的變種 變成一種 惡鬥 猛獸在那裡 鬥 虎和龍 龍和豹 或者龍和獅子 獅子和老虎都在那裡 惡鬥 其實根本就是 對社會 對將來 對政治 對世界的經濟 因為 你一爭氣 會影響很多經濟政治 尤其是你是一個大國 是一個經濟 影響力這麼大 一有些事情 會影響全世界的經濟 我們希望 美國的政客 自己反省一下 大家都反省一下 我們自己也要反省一下 希望大家反省之後 大家坐在一起 去重申 所以我覺得 大家 原著會 好像中國人一樣 吃飯 大家坐在一起 一個原彩 大家交流溝通 不要坐牆桌上 大家都沒有機會溝通 所以中國人 有很多智慧 是的 其實我們中國文化 兩千多年這麼深厚 有他哲學 有他辦事的道理 美國政治 現在走兩極化偏擊 華人還應該有一個空間 將自己文化帶來的智慧 讓美國進步 而不是跟著兩黨政治走來走去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用智慧 用智慧和普通常識 來衡量一件事 不是說很跟風 哎呀我去什麼 因為 你怎樣跟也好 總之來說 如果我們平衡得不好 對少數民族 尤其是亞裔和中和 有些好處都沒有 近期又好 長遠又好 所以我們應該大家 大家 有機會 坐在一起 清醒一點 用清醒的頭 大家反省一下 我們 將來 我們華人的取向 和中 亞洲人的取向 是應該怎樣 我們是在邊緣那邊 正在生存 但是我們希望 如何通過 我們支持 華人的政客 亞裔人的政客 如何發聲 希望 我們 最低下的聲音 是 帶回美國一個理性的聲音 因為現在 兩黨都是走極端的 要麼是極左 要麼是極右 亞裔反而 我們華人可以有 我們傳統的智慧 把美國社會拉回中和一些 我覺得中庸知道 中庸知道得來 但是我們一定要用智慧 和普通常識去分析 或者去面對 我們現在的挑戰 我估計 在未來這兩三年 都不會有好轉 但是我們一定要有 樂觀的心態去面對 最後想 欣先生 你介紹一下 你獲得這個獎 中山成就獎 一個怎樣的背景 這個 我很幸運 是第一個 中國廚師獲得的 終身成就獎 每一年 他只給了一個人 職務司比爾德基金會 是的 其實他們對華人 你獲得這個獎 也是一個對華人的肯定 是的 我相信不是因為疫情 也不是因為我是華人 因為他們就是 你在這個行業 因為這個是等於電影的奧斯卡獎 這個是飲食行業和美食行業 我們做了幾十年 你對這個行業的貢獻 我們最近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也告訴你 我接受這個 不是為我自己接受 我和全世界的廚藝工作者 那些廚師 尤其是我們中國的廚師 去領這個獎 因為你知道 我們小時候 在香港做事很辛苦 時間又長 工作環境又不好 所以我希望 多些機會 再和你們大家交流 好 證明我們還 其實用實力打入主流社會 今天聊得很開心 多謝殷先生 多謝殷先生 我們希望下次 我們在新的辦公室 新的錄影室 因為我們快要搬遷了 再請殷先生上來的節目 多謝多謝 取資社會 用資社會 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看 以上節目發表的言論 純屬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星島中文電台的立場